今天为大家讲解 肾肌不足 容易疲劳 导致的失眠多猛 还有我们肾肌不足呢 怕冷 阳虚 这种情况呢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脚底来进行调理 大家好 我是五一张鹏 关注我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 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大家可以点赞 收藏 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 好 下面呢 我为大家详细的讲解 怎么样去操作 首先呢 我们坐在床上 或者坐在垫子上 建议大家去把脚放出来 放出来以后呢 要拍打的是我们的脚心 就是拥泉这个位置 拥泉大家都知道 去提高我们的渗水的 然后找到这个位置 好 这是一个人 然后在这个地方 人子下面一点 我们不需要找到太精确 因为我们把整个手掌放在你的这个地方 去拍打 我们在拍打之前呢 先把手搓着 搓着了以后呢 就是右手拍左脚 我们右手的掌心劳工对你的左脚的拥拳 左手反过来是拍右脚 好 先给大家示范拍左脚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拍打的时候呢 力度时钟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增加力度 每天最少呢 拍一百下 如果你的肾气特别的不足 然后呢 整个人亏的比较狠 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拍打三百下 睡觉之前去做 好 拍完以后呢 大家睡觉好了 而且呢 睡觉越来越踏实 久而久之呢 你的肾气肯定会越来越足 这个呢 就是它是互相 就是说我们睡好觉跟我们的肾气足 它是相互的 肾气足了也会睡好觉 希望大家呢 认真的去做 把手呢 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拍拥拳左右各做 最低一百次 最多可以做三百次 睡觉之前做的效果会更好 好 这几个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多少角 关注我 在练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